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紧张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咱们今天来分享一道非常营养的烧蔬菜丁的做法 首先准备一根地黄瓜从中心移分为八 然后把黄瓜中心比较软的柔给它去除 黄瓜柔不用浪费,可以生吃或者是凉拌 如果嫌麻烦,这一步也可以省略 接下来把黄瓜条切成大小均匀的黄瓜丁 黄瓜丁不用切得太大,这样更容易入味 切好的黄瓜丁先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4-5个洗净的新鲜香菇 香菇直接切成大约1厘米宽的长条 然后再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香菇丁 切好的香菇丁先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2-3粒的大蒜直接把它拍至松散 然后把它切成均匀的蒜末 把大葱从中心移分为二 然后再把它切成均匀的葱花 切好后和蒜末一起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适量的红广椒搭配一下颜色 把红广椒切成均匀的小丁先装入盘中备用 这里还准备了适量提前泡发好的黑木耳 把木耳充分的洗净后去掉根地 撕成小朵装入盘中备用 如果没有木耳这里也可以不用添加 接下来在碗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加入两勺的生抽 根据食材的用量加入适量的盐 加入一勺的鸡精 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加入少许的蚝油提鲜 再加入一勺的淀粉 然后把碗汁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至到没有颗粒的状态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烧开 先把切好的香菇丁和黑木耳倒入锅中进行焯水 在焯水的过程中加入一勺的食盐增加底味 香菇焯水可以减少它的草酸含量 这样吃起来更加的营养健康 把它们在锅中大约煮至一分钟 有一些柔软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把它捞出烘干水分 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锅洗净加入适量的油略微润锅 油热后把切好的蒜末葱花倒入锅中煸炒增香 把它们在锅中先充分的煸炒出香味后 再把焯好水的香菇丁和黑木耳添加到里面 把香菇丁和黑木耳在锅中稍微多煸炒一下 可以让它充分的激发出香味 炒香后再加入少许的辣椒酱或者是豆瓣酱 如果不吃辣椒这里也可以不用添加 把酱料和食材先在锅中给它充分的炒香 这个时候再把准备好的黄瓜丁添加到里面 然后用大火快速的把食材在锅中翻炒均匀 炒制的时间不用太长大约10秒钟 接下来再把调好的碗汁淋入到里面 碗汁的用量不需要太多不用超过食材就可以 略微烧制可以让食材更加充分的入味 把锅中的汤汁烧制到略微浓稠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把切好的广椒丁添加到里面 用大火快速的把食材翻炒均匀大约5-6秒钟 这样一道营养丰富开胃又下饭的烧蔬菜丁我们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收藏在家设施这种做法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